《明報》或者其他媒體都有這個報道 《明報》的即時新聞就說 他說潘先生中科 他說最緊張的是 他當時去年九月就曾經發電郵給局長 局方希望見面 和反映那個嚴重的問題 其實這個所謂越級 用我的字眼越級挑戰 其實已經是非常不尋常的一個舉動 但是 最後這兩個月的情況 就是說 局長就說我不知道有這件事 秘書就說秘書長下面 叫了禮頓跟他搞定他 了解一下情況 港鐵等等 最後就禁了 大家都知道 OK 今天潘先生就補充了一個 我們不知道的黑洞 就是原來他發電郵給局方之後 然後禮頓跟他見面 然後跟著 就 要求 其實 他的大意講就是 壓迫他 叫他不可以披露這件事 並且要他加簽一份保密協議 來增加那個懲罰 並且當時他 給一些證據 他對禮頓看 手機裡面就是拍到 我猜就是 昨晚大家很多訪問到 潘先生說 知道究竟是誰去剪鋼筋 剪了多少條 怎樣的情況 他叫他即時刪除了 有關 手機裡面的片段 我今天 作為議員 為什麼這麼緊張這件事呢 除了我補充 剛才我的發言裡面的指控 以及對這件事的分析之外 我覺得這件事是嚴重到不得了 我公開的挑戰局長 就是說 第一 局方 或者包括他的常備等等各方面 他知不知道禮頓 其後是跟這個中科會面 而會面的過程 是有這樣去壓迫這個中科 並且要他加簽保密協議 簡單來說就是禁他 不可以再說話了 並且是要求他刪除一個 其實 是一個最重要的 可能牽涉刑事的證據 記住 這件事 就 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說 如果他是曾拍到一些 刑事的證據 而 記住 現在警方已經調查了 我希望警方快打慢了 你不要再看報告了 麻煩你 他說今早說 看報告 我看不明白 可能找專家 麻煩你馬上找找潘先生 還原那個手機的片段 這個快打慢 這個是重要到不得了 我希望潘先生 如果聽到這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現場直播 希望潘先生 或者透過你們 立刻 潘先生知道 那個手機是非常重要 OK 也都希望你 你法律的責任 你不能夠再扔了手機 因為手機的片段 可以還原 而是可能成為刑事的證據 如果你現在潘先生 是扔了手機 你就是 防個消化公正 如果警方今天不去找潘先生 拿回手機來還原 就是 警方 失職 所以 這些 不是這麼簡單 所以 我覺得 警方不要說 我先學會 我看完報告 學一下 然後找專家教我怎麼做 然後才學會怎麼查 如果這樣就死人了 已經 沒有了證據了 所以 還有 我不知道 潘先生覺得 人生安全有沒有問題 否則 他甚至 如果需要證人保護 都應該做 我不是嚇他 我不是希望 潘先生害怕 對不起 我覺得這件事 因為牽涉到 這麼重大的工程的醜聞 以及 已經 有人報警 這件事 潘先生所說的 那個手機的片段 刪除 是絕對可以還原的 我們有科學鑑證的專家 等科學的專家 所以 這個是 事關 重大 我希望 我作為議員 也認識 這些調查的程序 就 盡一個 嚴責 敦促 警方 和潘先生 立刻見面 並且還原手機片段 作為證據 如果他需要 可能他根本 當日的口供 怎麼見面 其實可能 已經要 下一個口供 我覺得 對大家都有幫助 亦都是對安全有保障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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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so I think that is vitally and parliament important and I urge the police since they start their investigation to immediately to contact Mr Poon and to possess have a quick possession of the relevant mobile phone and to restore the possible clips which is of a very important evidential value in possible future investigation and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I think as a reminder I think anybody who tried to now to tamper on the clips would commit an offence of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so I call on Mr Poon immediately surrender the mobile phone to the police and of course he can call his lawyer to protect his legal right but I think as he has uttered he has told the press about the process and the proceedings of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main corner and his subcontractor company then I think this information or evidence as to be presented to the police and military to in pir espacio-project at in